全台大鬧蛋黃 農委會經濟向澳洲專案 進口高價蛋 還倒貼三千萬先止蛋黃 但究竟為何會缺蛋 主要就是氣候因素跟潛流感 蔡政府缺蛋全怪潛流感 還說台灣已經比日本 韓國 美國疫情相對穩定 但2015年 麻政府執政時 一二月因為潛流感撲殺的家禽 就高達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多隻 當年麻政府沒有出現蛋黃 而今年一二月撲殺五十一萬多隻 蘭偉紅潛流感根本知是藉口 天氣或者潛流感過去也常發生 為什麼會引發缺蛋 因為它做好產銷調節 城市中無能 類似蛋黃 麻政府說就有潛流感 就沒有缺蛋 他現在才有進口 一天缺一百萬顆 所以你三十萬一天就沒有了 蘭偉質疑政府去年十一月 從日本專案進口雞蛋 約九百萬顆 潛流感之後不再進口 農委會卻沒配套 在十一月份停止進口之後 農委會做了些什麼 農委會什麼都沒有做 幾乎就是在睡覺 所以才造成現在的一個缺氮危機 不作為消極的一個人禍 除了缺氮 缺電問題也引發關注 三月中核二廠二號機儲藝 供電缺口經濟部說要用水力發電和再生能源調度 但今年真的不缺電嗎 南部現在大缺水 因為一直都沒有下雨 整個的這個水情 它的拉警報會從南部 會往北部移動 用水力發電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水力會在夜間 那白天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太陽光電 甚至有的時候會到六G了 核二二號機下來 供電還是沒有問題的 蔡政府向全民掛保證 但連工商界都不相信 從往年缺水缺電的物缺 再加上現在缺氮缺藥的期缺 說今年不會缺電 三月可解缺氮難題 就不知多少人相信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